各位親愛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Origate Origate 你是韭菜嗎? 你被當作韭菜收割了嗎? 還是你都在收割韭菜啊? 這是一個完全不想負責任投資分析報導的頻道 是一個教你如何賺錢賠錢的頻道 不招收會員不收費 只想分享經驗跟取暖 就是用老韭菜賠錢的經驗來賺取流量 只需要只需要只需要你的訂閱以及分享 參考的經驗呢 是一個被割了18年老韭菜的交易行為 內容可以跟你保證 完全是看圖說故事 你沒有聽錯就是看圖說故事 影片錄製的方式呢 大部分都是用直播的方式去錄製 比較沒有後製 字幕是用手機的軟體去拍板的 所以有錯別字的部分請多多見諒 那麼接下來呢 我會用最直白的 最實際的數值以及直白的語言 來分析這個標的這個市場 你看一次看不懂的 可以點回放 看個一百次看個一千次 看到你懂為止 影片的右上方呢 有個次文 它可以點選圖回放 你可以開啟循環播放 那影片過程當中呢 會有示意圖 啊 你不懂的示意圖 怎麼運用 你就拿示意圖去對照 你現在買的標的物 買的價格 或是看你的標的物有相同的手法 你就知道 你目前買的價格 是在做空想上班的地方 還是做多想上班的地方 那首先我們進入台子競拳 接著我們進入台子競拳 去看它的格局的分析 記得奧利給上禮拜我說 這個高點 高點被站上去不能再疊回來 頂多像這樣戳一下 戳一下它如果沒有收在這個高點之下 那麼有可能就會形成說 這一波多空的那個等幅測序的往上高 我們上次上個禮拜分析的點 約在看一下 高點是14542嘛 低點那時候是多少 一次重新高回測 低點是14333 那就是542-333 波幅大概是200點 542-333 所以它晚上咬上去呢 就有可能來到了 就是542加200 應該有機會來到17000 17400點左右 174740點左右的價格 去做它一個滿足的等幅測距 當然這是理想詞啊 今天目前 之前上禮拜之前我們一直預估的 相對高點率約是在1600 現在是整個1600上去也過去了 然後把左邊這個支撐也變 本來是壓力嘛 也變成 變成它的那個 就整個往上高 那有可能不排除 這禮拜喔 這禮拜行情可能會大一點 那沒關係 我們一樣繼續分盤 那個分析它 今明兩天以後的格局 大概會怎麼走 就是說它創新高以後 第一個滿足點是656 那656回檔的第一個低點是 大概是535 這一段的波段幅度 就是656減535 波幅大概也是120點 那656順利有站上去再往上高 也是約在780點 然後我們這邊 預估是等幅測去約在700多點 那可是看今天的格局 它如果656沒有 沒有收在656以下 然後整個再往上高的話 應該還有空間 嘎個大概120點左右 然後再去走橫盤 再看它要不要嘎 那這就是奧利吉之前常說 就是 當一個格局 就產生大漲大跌之後 它必須要先走個橫盤格局 我們再去做說如何做多 跟如何做空的業務行為 好啊一樣 我們就分析一個比較大的格局 來推估未來一周 這個可能會發生什麼事情 我們先看一下 之前的高點是約在 約在470 480 那時候記得是485 那低點是約略是899 那就是600點 那我們要做新的格局的規劃 就是重新再畫個圖 去做一個 今天順便帶大家進入到 如何看圖說故事 跟看左邊做右邊 的一些交易策略 或是說 以目前的格局再打出去 它未來可能會達到什麼格局 做我們未來要小賺大賺的地方 首先我們一樣是開啟手機截圖 把那個圖畫起來 畫起來呢 我們一樣是先畫兩條線 編輯 第一條線約略在這邊 第二條線約略在這邊 然後呢 然後我們要幹嘛 我們要把那個身體的部分寫出來 就是600 600點 那這邊是14467 這邊是144 這1313 假設抓13800好了 13800 485 這樣大概有600點應該有 我們抓13900 跟那個14500 然後呢 然後一樣齁 就把空寫出來 多寫出來 現在這個格局是不是出來了 然後余生余生是不是大概有600點齁 那我們很簡單齁 很簡單去算 它目前應該是 目前看來是空方 空方認輸齁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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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齁 突破買進的多單整個往上嘎齁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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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500好了 第一點假設是13600 這邊抓14500 那做多的部分抓13900 當然只是抓大約大概 然後看看他未來的方向怎麼走 就是說這邊如果灌下來 不小心有一天收到13500以下 有可能不排除會回車大概13900 那13900如果踩煞車40的話 就是13900-600點 就會變成怎樣 變成約略 約略在 13 等一下 不好意思有點亂 約略在13 13300 如果說這一波整個停損往下的話 就有可能在13300踩煞車 那現在已經尬出去 我們就預測他 未來的下一個滿足的高點 應該會在多少 就有可能是 14500加600 就變成15100 但是這要有個前提 但是這要有個前提 就是說他往上蓋的滿足波是15100沒有錯 但是這要有個前提就是說 他收不能有一天去收在14500以下 頂多只能搓 所以下次有拉圍接近14500的價格 一樣你的交易策略就 就要開始規劃開始出來 對啊 這就是台子期 未來可能一個禮拜或是未來一個月 他可能會走的盤整格局 那有可能不排除 他可能就在14500跟15100這邊 來回八來八去 要看到八到哪裡去 然後再把籌碼洗掉 比如說有比較可能像這樣 八來八去把籌碼洗掉 然後再整個噴上去也有可能 那有可能八來八去 直接灌下來灌下來 一票到底也有可能 所以在這邊有吃單 在這邊有吃單 在這邊有吃單 都建議你去做 你該做的小賠的業務行為 盡量不要拗單 那他的未來的格局 我們就是如果說以做多來講的話 可能就應該有機會 嘎到15100 像上次我們預測14600 你今天也達正了 那我們就接下來就在旁邊看吸引 看到什麼時候會到15100 做他這一波 600點 整個停損單的等幅測距往上 那接著我們看下一檔 台積電 台積電我們上禮拜建議 建議是觀察490 就是你在470有吃兩口的 490打掉一口 那可能要觀察這個盤整的 的那個盤整的格局 未來可能發生在這邊 所以明後天有可能不排除就是 488 跟多少 498 約10塊盤整波幅的格局 在上面就是在這邊盤整 上上下下 你488如果建倉 可能建議就防守485或480 一樣是建兩口 去賣在賣在多少 賣在498 好不如有點先丟一口出去賺個10塊錢 或是說一張不賣奇蹟自來 賭他到天花板去 去幫688俱樂部的弟兄做解套 那一樣我們就先以今天的格局去做 做為他未來橫盤的那個盤整的規劃 一樣就是 大漲大點以後 第一個高點 就是我們要出貨的點 第一個低點就是我們做多要進貨的點 那第一個高點是做空要出貨的點 有時候不是說直接在這邊打空單 奧利給一直給的格局跟建議就是說 你在這邊有吃 你要做你盤整該賺的錢 就是小賺的優行 那什麼就是小賺的優行 就是盤整破的高點跟低點 就是這邊加碼兩張 停存相好 你跌破哪裡 你不要了 你吃的成本要在488 那出貨的成本 第一口出貨成本在498 他有拉回488你再吃 出貨你再498 或者說兩張都留著488的停存沒有打到 你就堵他噴到天花板上面去 或是噴到560 這個都可以 那所以明後天觀察的格局就是 488有沒有熟 498上去有沒有跌回來 那整波往上等幅設計 加10塊大概是508 那往下等幅設計就是578 今天的格局大概是這樣 那一樣喔 不免俗的 我們來看一下他的大格局 一樣是把兩條線畫出來 然後把價格寫出來 比如說 433到470 盤整格局是40塊 余生是40塊 這樣嘎嘛 然後現在是嘎工整個上去了 上去的話理論上就是470加40 所以滿足區就是多少 大概是510 就是合理的滿足區 那如果說這40塊余生跌破了 那他430-40就是多少 就大概390 目前的格局是噴出去了嘛 做多的認輸了嘛 所以你在這邊做單 心裡要有一個底 510呢可能是出貨 或是說整波停損賣壓的那個能量 那當然未來他如果在這邊盤 你就可以再跟著 跟著吃看看 要不然這邊都是 做空做多 假設下面做多想 想上班的地方上面做工 有時候到這邊510不是一定空 是怎樣 是我們要知道我們交易策略的格局裡面 你一開始奧利給你們建議 就是先去在格局內 找漲不上去跟跌不下去的點 去吃單跟做小賺小賠優惠行為 那現在噴出格局了嘛 那就是說這個格局出去哪裡是 我們賣會賣的比較剛好 也比較心安理的點 就是抓他的盤整坡的等幅測去 那未來也有可能不排除他 只要沒有在收回470以下 也有可能在這邊做230塊的盤整區 的盤整格局 818去 也有可能 但是我們心裡有個底 這一坡如果整個那個到哪裡 所以說台積電 他剛好也符合在這邊 這邊有個套牢這個頭 剛好也是510 就參考看看 阿剛好也符合這個盤整的那個盤整格局 剛不是說高點498 低點488 阿如果新的盤整格局 這個488不再破 看來是有守 應該會守在488以上 阿所以你明天如果488有吃單 498出一張 另外一張可能就是508 或是直接打510打掉 因為他 或是在這邊 504 505 這邊都可以參考 因為都確實有壓力在這邊 如果說你做的單是 是 看著對面的壓力 在 看著左邊的壓力在 左右邊那也是可以 阿我們 格局規劃的那個 等幅測去圖 也約略是在510左右的價格 阿那個準確度 大概只有87% 不一定全中阿 但是最近 最近預估的卻是 每一檔都有過去 阿 阿 接著我們看下一檔 聯發科 聯發科上禮拜建議說 觀察說 他657 657上去有沒有再收回來 今天就很漂亮了 整個過去 就沒有再收回657了 然後 成立一個新的盤整格局 阿但是一樣呢 上次奧利給我說 他657如果上去 下一關要注意的 就是大概 670這邊 669 670這邊的壓力 因為他本來在這裡支撐嘛 支撐變壓力嘛 所以去撞 撞左邊這邊 容易就是有一個 有一個那個 比較容易回檔 阿果不其然 他最高衝破669 阿很可惜 669沒有站穩 然後又往下回撤 阿回撤也沒關係 他的波幅也壓縮大概 大概在112塊左右 因為高點是673嘛 低點是661嘛 阿所以明後天呢 你如果在661這邊建倉的 一樣喔 就是防守可能防守個3塊5塊 或是戳 或是跌破就不要了 阿然後第二張單 就是直接打 673打掉一口 去賺13塊的買菜錢 12塊的買菜錢 阿當然如果說 整個往上尬的等幅測去的話 就是約約 661 11嘛 我們假設抓11塊來講的話 應該就是675 673 673再上去的話 就大概684 你們看684有什麼東西 喔 唉唷啊這裡 應該有機會去撞這裡 678跟686這邊 阿看他撞得怎樣 阿也有可能喔 在這裡又形成 這一波的盤繩格局 阿然後應該也跟台積電那個有點類似 應該會越來越快 因為他這邊 怎麼下來喔 阿這邊通常都會怎麼上去喔 那接下來我們一樣進入他的畫圖說故事的部分喔 一樣我們就一樣把這張圖結起來 抓他的整個那個等幅測去的滿足波 一樣就是大碟以後的第一個高點是 大概 我先抓大約啦 阿因為這個之前都知道 就是 就是這邊喔 這邊原本是650塊 阿下面這條圈原本是 假設是610塊 阿余生一樣是40塊 阿所以他這個如果 往上軋 往上軋 往上軋第一個注意的點 就是690 是完全滿足的位置 阿如果說往下勒 往下610失守的話 就可能約略是在 570 大方向的格局大概就這樣子啦 阿一樣喔 我們要做多的盡量抓這裡這裡 阿這裡等不到可能就抓這裡這裡 或是說等明後天喔 他在這邊有一個盤完盤 然後下來喔 那就可以規劃一個新的格局 可能就這樣吃 阿但是提醒一下喔 685跟690那邊的壓力區還算蠻大的 阿你如果是抵單打在下面的就比較沒差 因為在這邊不管怎麼盤 你都是還是賺錢 還是有利潤 好那接著我們看下一檔 長榮齁 長榮一樣我們直接來截圖看他的 因為他格局不太變阿 今天主要是分享齁 就是怎麼去看格局跟抓圖齁 一樣就這樣子齁 很多長不上疊不下去的地方就畫出來齁 阿高點是74嘛齁 74-79余生就大概15塊 就大概15塊 阿如果說噴出去的話呢 就15加94喔 下一關可能就觀察 1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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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如果說他往下失守了 一樣齁 就餘生15塊去撿 撿那個 7980那邊齁 所以可能就觀察65 阿一樣齁 不然他往上去上去還是往下下去齁 就是 盡量去 去 去在那個 兩條線的下緣齁 齁 早做多跟早賣出的業務行為 阿就參考這個圖去做就好了 那不免除了 我們看一下今天的格局齁齁 阿你給上次有說齁 就是90.9 站上去不要跌回來齁 阿站上去有創新高沒有錯 阿但是跌回來了 阿 如果說跌回來就容易測他的相對低齁 阿確實在89這邊有自身 阿格局壓縮到只剩兩塊齁 喔 我記得這一天是 這個標誌 日內破破群應該都五塊 五塊到七塊 四塊到七塊左右啦 因為可能上有聲下有壓 就整個被壓在中間 那 他創新高以後的高點是94嘛 低點就是84嘛齁 阿波幅大概十塊啦 應該應該會這樣比較合理 但是他剛好被壓在中間 阿奧利給一直強調 中間的單子不要去下 不要去下就是怎樣 你看 假設你是做空的 你在這邊放空 到這邊你的體質沒有達到 你的單子還是賺錢的 或者說你做多的人在 在相對下緣這邊有沒有 假設你一開始抓這邊 然後在這邊吃到單 你在這邊你的單子還是有獲利的 他只不過是在中間形成一個 好像多工機率的交戰的感覺 結果容易形成雙八 阿所以這雙八盤的中間的盤 我就建議盡量不要做 阿一樣波幅大概十塊嘛 還是看他哪一天是 灌破這個還是漲破這個 就是上下加十塊左右的 我看一下 大概八塊不到十塊 八塊左右的格局去往上下加 所以就102 漲破94的話就是 觀察94漲破沒有跌回來 沒有跌回來就是102 那跌破84的話就是減八塊 阿可能就回到這裡 但是這裡還有撐 或是84減八 就可能回到了大概七十六 六七塊左右 那接著我們看下一檔 紅海一樣 阿里街之前有說 原本的盤塵格局是100到103嘛 103上去不能再跌回來 阿頂可以像這樣戳 但是不能收在這個103以下 阿如果順利的話 往上加的等幅次序就是106 阿106今天滿足了 那他有再挑戰一次106 很可惜 這106沒有加過去 那未來有可能不排除 就像這邊有沒有 他盤個一天兩天 阿鴻海也可能這樣齁 就明後天在 一樣在103跟106 盤個一天兩天 再看他是要向下表態 還是向上表態 目前格局大概就這樣 再重複一次 就是103 106盤整格局 波幅大概3塊 往上呢 的滿足區大概是109 阿往下的滿足區 目前看是在100 100到101左右 那接著看下一檔 0050齁 原本建議觀察的高點是113.92 漲上去不能再收回來 可以這樣戳一戳齁 戳一戳他的波幅原本是2塊 所以是113加2塊 應該有機會在115做出貨的動作 115也到了 到了他回撤嘛 本來是壓力齁 壓力現在又變成支撐齁 所以這 還算是一個滿健康的格局 那未來就可能不排除 這2塊的波幅齁 113 114這邊齁 假設是 115.5齁 或是 114齁 約略1塊半不到2塊的波幅 那波幅應該有2塊 可能就是1塊半至2塊的波動幅度 可能就在這邊盤整 那一樣齁 這個不能破齁 這個也像這樣戳齁 不能收在這個下面 收在下面可能就下一次的買點 就要找這裡 111.8 或者是找這裡 噴上去的話齁 115已經達正了嘛齁 那他就有可能做這一波齁 113 109 4塊的等幅車去 往上嘎齁 嘎到多少 嘎到118 所以下一關就觀察118 就是115站上去沒有再跌回來 他下一關可能就直攻118 好 接著我們看下一檔 宏達店齁 宏達店一樣齁 上禮拜建議的時候 真的要吃單的話 就觀察 5758這邊齁 如果說這邊有建倉建兩張的 參考這邊去建的齁 6162應該都可以賣賣看齁 我們看611有沒有到齁 有這裡可以賣一次 拉回最低多少 58.1齁 拉回就沒有回來 但是這邊611還可以賣一次 這比較有點可惜啦 有點類似三角收斂 但是收斂完不知道是 向上還是向下收斂齁 那一樣齁 你們還是建議 建議如果說要吃這張宏達店的話齁 盡量建議奧力給你們的 就是分享的交易格局去做齁 你如果說 最好是吃在49或42這邊 但是這邊如果等不到你 這個手癢要做當衝 因為他波幅一天大概都有 都有4塊到7塊不等的 那個利潤齁 所以一樣齁 我們就先把圖解起來 一樣 短線看他改天向哪裡做表態 就這裡一條 這裡一條 這裡就寫 我們寫比較那個就是 這一條就寫611 這一條就寫57 下面那一條就寫57 看57跌破幾塊你就不要 長破幾塊你就不要齁 余生我們假設做到4塊 身體4塊齁 這裡有4塊的利路 那我們就是做多打兩張齁 這裡出一張齁 賺個4塊 一樣齁 做空的就是這邊打兩張齁 跌回來出一張齁 一樣去賺他4塊的盤整格局 那整個如果向上的話 如果嘎出去向上齁 不再回來那下一關可能就觀察 大概是65 65左右 就大概約略啦齁 是65 那如果說整個向下的話 就觀察 57-4嘛 就大概53 那宏達電大概就是這樣看齁 支撐57压力61 突破就65 跌破就53 那接著我們看下一檔 阿圓大哥呼吸說得還不錯齁 我們看前高是27.41 今天終於收在27.41之上齁 那這支波幅只有7甲齁 那明頭電可能觀察27.41上去的話 大概28.1齁 那27.41如果不小心給他收回來齁 那可能就要觀察 這個低點齁 或是說這個27 或是說27.6這個低點 那一樣未來有可能不擺 就7甲波幅上來下去上來下去 那接著我們看下一檔 齁 一樣齁就是把聯電的圖畫出來嘛 假設這邊就寫40 齁 下面就寫37 齁 餘生就是3塊齁 齁 那供上去的話 我們目標價就抓多少 抓43 那如果往下灌的話 目標價加多少 就大概34 齁 啊這樣格局跟答案 交易策略就出來了 37支兩張40出一張齁 37支兩張40出一張齁 啊 賺他的盤整齁 啊跌破就不要了 我們到34去等他齁 啊萬有漲上去的話 下一個出單的那個價格 可能就往上的等幅設計 大約43塊 齁就是聯電齁齁 這兩個禮拜或是下禮拜的那個 交易格局的建議齁齁 跟分享 那接著我們看下一檔 齁陽明齁 陽明齁 一樣是格局內的事情齁 那我們先都來截圖 再畫會比較快齁 一樣 之前的影片齁齁 都有教學齁齁 都有分享 怎麼怎麼怎麼做齁 啊你們再去參考一下齁 齁 啊這個 這個我們就這樣做齁齁 比如說高點我看一下 齁 不好意思 機油你們不知道要看一下 88嘛齁 低一點是78 好 齁 我們就一樣把圖接起來齁 88我要賣一口 然後賣一口的原因是因為 你78有吃一口 那你要賺他的是余生的10塊錢 齁 啊 就是 78吃 先畫完 那往上嘎的話就有可能到 98 齁 這合理的目標價齁 啊往下嘎的話就有可能到 6 8 齁 這樣我們教育策略就出來了 我又盡量在 接近78的價格吃兩張 接近88的價格賣一張齁 賺他的10塊錢 然後留一張底單齁 賭他到天花板 齁 就是這邊減1的嘛 然後剩下一張底單 賭他到天花板 齁 啊做空的一樣就是 88賣兩張 78補一張齁 啊賭他到地板 齁 啊連電的格局大概就這樣 我們接著看下一檔 陽明 跟正啊是陽明 那華幫店齁 華幫店一樣齁 他噴出格局 來那我們就做他的預估圖 我們先看一下 他的高點是多少 盤整格局的高點 20.4齁 19.5齁 大概是1塊3 1.3塊 那20.4 上去滿足點是21.7 21.7到了 有沒有 到了就 回檔 對啊 啊這個就 這個就不止87%了 這個是百分百達證齁 有沒有 就是這麼神奇 啊不要急著在這邊吃單齁 一樣齁 在這邊等他的高低點 除非說你下面有兩口底單 你這邊已經出完了 然後一樣抓他的等部測試 大概是1塊3的來 我再吃看看 對啊 啊為什麼會知道這個價格 我們一樣我們再練習一次齁 這裡的低點本來是 不好意思再看一下 19.1 20.3 好 本來上面是 20 上面這裡本來是 2 20.3 上面這條線齁 所以滑棒店齁我們就重複一下他的格局齁 他波幅大概是20.3的高點嗎 不好意思低點再看一下 低點大概是19.15啦齁 那這邊就寫19.15齁 啊波幅的話 我們就是抓 大概1.15塊 1.15齁 所以往上呢滿足區就是多少齁 就是20.3加1.15 大概22.45 就目標啦 目標就是22.45 啊如果說他 如果說萬一有一天失手 要嘎到地板去齁 先觀察18.7有沒有磁碟嘛 要不然就是19.15去減1.15齁 可能就是觀察18 齁 就容易會有支撐 啊花棒店大概就這樣子 那接著我們看下一檔 那接著我們看下一檔齁 長城齁 長城一樣齁 奧利吉之前建議的點是吃在6566齁 啊觀察70上去有沒有假突破 啊沒有假突破的話 就觀察75齁 啊今天也收得還滿漂亮的 收在75之上齁 啊之前奧利吉有說78齁 建議要跑看看齁 啊確實有達證齁 最高來到了79齁 多了1.4 啊這個怎麼看的呢 一樣齁 就看左右對稱圖齁 那他目前還算是格局內的事 那我們一樣來做這一檔的功課齁 一樣齁 就是把他格局看出來齁 看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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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齁就是 之前的盤整格局齁 我們抓75齁 這裡抓75好了齁 這裡抓66 齁 啊所以餘生的價格大概是9塊齁 那9塊如果說有上去順利的話齁 應該有機會到多少 84 齁 啊如果萬一有一天齁 他收在75以下 往下回測的話齁 第一關就先觀察66齁 那第二關觀察什麼 就66-4齁 66-9 大概是多少 沒錯就是57 齁 大的格局就大概這樣 那他未來有可能不排除齁 大概75沒有跌破 可能會做他這邊的整理波齁 如果下來回檔看到沒有跌破75又有撐 你下面底單有賺到的齁 你就可以加碼 78有出的啦 那回到75 74齁 你就可以再試看看 或者是回到70 會回到70這邊 長程大概就這樣子 那就我們看下一檔 台牙齁 台牙齁 之前的高點是多少 42齁 那地點是多少 38齁 42-38齁 余生大概是4塊錢齁 4塊錢如果往上嘎順利的話 42應該可以嘎到46齁 距離目標價46還差3塊錢齁 那一樣齁 我們就來 來畫他的圖齁 說他的故事齁 給大家加點參考 一樣齁 這邊就畫39 這邊會寫42 多少看一下不好意思齁 42 42 身體就大概3塊錢齁 那剛剛上去的滿足區呢 就是42加3齁 就大概是45 45 45 那如果說萬一往下失守的話齁 39 如果說3938萬一有一天真的失守的話 那就是去哪裡等他 去 36 36 這邊等他 會比較好一點 未來 今明兩週的格局 大概就是觀察這些價格 那在接下來就是觀察齁 42齁 這個有沒有壓力 本來是壓力嘛 那他現在回檔有沒有變支撐齁 那一樣在這邊你就做42跟45的 12出1齁 留一張底單 爆到天花板的策略 如果說3938那邊沒有尖到倉的話 那接著我們看下一檔 台聖科一樣齁 他之前建議奧利給建議吃單的點位是約在 152齁 高點是 161齁 波幅大概是 8塊錢齁 那8塊錢 8塊錢 8塊錢我出去的話應該可以到167168 啊有齁 也確實有達證 那達證的一樣齁 就是滿足區齁 再觀察個幾天看看齁 看有沒有有一天齁 他突然回到161齁 戳一下沒有 再跌到161以下就跟著吃看看 啊這裡 這裡已經有一個測試過了齁 他最高最低是157齁 那未來明後天的格局 就是建議觀察161跟157這邊的價格齁 跌到這邊有像這樣走橫盤 有的話你就跟著一樣齁吃看看 吃兩張出一張再167齁 賺他盤整波幅約8塊的事情 那一樣齁 我們先做他的左右對照圖 再觀察左邊齁 這邊有沒有什麼壓力支撐齁 171齁 還有174齁 這邊賣壓都會比較大一點 那一樣我們就分享一下他的圖齁 給大家加減參考 因為現在屬於一個達成的狀態齁 所以我們就抓低點的價格 假設是抓 151齁 高點抓167齁 這格局抓大一點齁 余生的價格大概是16塊 那萬一以後有上去的話 就是167加16齁 下一關齁 我們要觀察的就是 180 就這一波 被嘎工的滿足區 那萬一跌破 跌破151的話齁 就是減大概16塊 那就是觀察大概是 135 這個就是台勝科齁 未來的盤整格局的 這個交易格局的規劃 跟建議 那接著我們看下一檔 光耀齁 光耀這個剛開始齁 因為他25的格局被跌破 又回到之前測2221嘛 一樣我們就抓他的新格局 來做他的交易規劃齁 低點22齁 高點是25齁 好 22 25啊 22齁 余生大概3塊錢 他出去下一關 25站上去沒有再收回來 下一關要觀察幾號 幾塊 沒錯齁就是28 28 有噴出的話齁 那萬一22失守的話齁 就是大概多少 觀察大概19塊 那這個我們看下一檔 那這就是光耀未來盤成 格局的規劃 那有可能不排除 他在22跟25 這邊可能盤個幾天或半個月齁 那萬一往上攻有成功的話 應該就 有可能齁 去觀察28 那萬一22又失守的話 就觀察 19塊 齁 那接著我們看下一檔 新勝利齁 新勝利齁 新勝利呢 他可能 好 新勝利我們直接截圖來看好了 高點33.35 低點是30 那目前應該是在30到33齁 這邊的 在走橫盤齁 那一樣我們也是截圖來看他未來的目標價 一樣齁 高地點先抓起來 抓起來 抓起來 齁 這邊就寫33 33 33 上面這條就寫33齁 下面這條就寫30或31齁 那餘生的價格大概是 兩塊錢齁 那如果噴出去的話齁 就先觀察 35 三十五塊齁 那如果說萬一三一失守的話 一樣就撿兩塊齁 就觀察 29 齁 啊他未來明後天的格局 就盡量這樣去觀察齁 那目前應該是在這裡走橫盤的盤整區啊 盤越久越好 向上的力道就會越大 或是向下的力道越大 那一樣建議就是31找賣點齁 33 做小賺齁 就賺他兩塊的坡幅 然後留一張底單呢 賭他到天花板齁 就這邊刺二 這邊初一齁 他留一張底單齁 賭他到天花板 那接著我們看下一檔 雙紅齁 雙紅之前奧利給建議說 昨天要觀察點是 161站上去有沒有再疊回來 啊沒有疊回來齁 那他又做了這一段齁 整個往上嘎的格局齁 嘎的部分呢 金明兩天觀察169站上去有沒有疊回來 那我們一樣齁 就直接這個不管齁 我們先看他的格局圖齁 告點161 1.137 或是139 我們抓到多少 抓到134好了 134跟161 一樣齁 來到這邊先畫兩條線 134 161 齁 然後把價格寫在旁邊 161 134 齁 那余生呢 余生大概就是 16 17 16 17 17 27 余生就是27塊齁 那整個往上嘎的力道的話就是 161加27 可能有機會到188 188 188 那萬一有一天134失守的話就減27 就可能來到了107 188 目前這個高點低點都還沒到嘛 一樣齁 我們就做我們盤整格局裡面的事情齁 那因為今天有突破161了嘛 那所以未來有可能不排除喔 他橫盤的格局就是在161跟171這邊做10塊盤整波幅的事情 那看哪一天有再上去的話 就可能直接到188 那今天吃單的點位齁 盡量去抓161 因為他是支撐 支撐變壓力的地方 或者是說這裡的164齁 創新高回來的164 或161這邊去找買點 那一樣齁 他現在整個突破上去了嘛 他未來下一波的滿足區應該會在188左右 那記得171或172齁 那邊就是 因為他原本平時判成波幅 我記得沒錯的話也是約略在8塊左右 那如果你是164吃單齁 172就先挑結一張 假設你是164吃兩張的啦 就是這邊有吃兩張 164價格有吃兩張的齁 你就一張賣172加8塊嘛 就是172左右齁 把那個小賺的盤整錢先賺起來 那一樣齁是 留一張底單齁 賭他到天花板 齁就是188這個價格 還是說 一直賭他再創歷史新高 也是可以齁 賭他到265 那接著我們看下一張 好啦 那以上就是今天台子近期 簡單的交易策略跟分析齁 啊 主要齁 主要是 讓大家知道說 格局啦 格局 格局 新的格局來了齁 你要怎麼樣去做出你新的交易策略 那一樣齁 我們就是 不管格局怎樣 我們就是先把60分K抓出來 收到最小齁 去看他的格局齁 啊 以後的影片齁 我會盡量就是用這種畫圖的教學的方式齁 讓大家知道說 欸你現在是在做什麼事齁 啊 啊 啊長上去以後 齁 支撐變壓力是什麼事齁 啊 盤整區的時候齁 怎麼吃單 怎麼建倉 啊這樣我們就可以去做到 奧利給常建議的齁 大賺 小賺 小賺 不要大賠 齁 啊這樣 你有辦法去這樣看 透過格局齁 去做出你的交易策略的話 你就有辦法把你的大賠全部拉掉 那這樣未來 變成說 在市場上齁 你遇到 遇到了 遇到了投資行為的狀況齁 就會變成只有小賺大賺跟小賠在等你 那當然賺多賺少齁 還是強調一下 是你跟我無法控制的齁 但是要賠多賠少 是你自己可以控制的 希望透過這些格局齁 跟那個破底翻 假突破的觀念齁 去養成你盯盤跟看盤的那個習慣齁 賺你應該賺的錢 好 今天就分享到這邊齁 感謝各位的觀看齁 之前的影片也很重要 建議從頭到尾看到完齁 看個一百遍齁 讓他詢文播放 你就會知道 韭菜是怎麼樣被割了 或是說怎樣去收割韭菜 喜歡影片的在老闆按讚訂閱加分享 歡迎在影片下面留言齁 如果說你有想要了解標的物或是一些 跟經濟學有關的問題齁 奧利格也都略懂 可以為你做免費的建議以及分享 當然保證不完全負責任齁 要賺多賺少盈虧自負 祝福大家看完齁 看完的觀眾朋友 你的標的物每天都漲不停 看完有訂閱有分享的觀眾朋友 也祝福你買的標的物每天都漲停版 以上 謝謝各位 請看完 請看完